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文好 部长 有一个案子当然是服务的案件 但是我认为它有通案性的这样的一个疑虑 就是说按照这个 我先请在一个关税的部分 这个货物进口之后就关税的部分 它有写说在我们第三十三条 如果未能够在关税法第三十三条这边写说 不能够按照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相关规定 以及第三十二条合客的 那么会按照国内销售的价格 那国内的销售价格 它有说进口之后的九十天里面的最大的销售量的一个价格 但是过去两年可能有不景气的状况 有的相对的国外的譬如说以汽车来讲 它进口之后它销售不到百分之十 结果它有很多的量一半以上的量是在第二年 还是第二年才卖出去 我们都知道隔了一年的车就算旧车 它的价格就不就低了 就那课税还是按照前九十天的那样的来课 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讲 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道理 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可能做修正 还是那个王署长如果有需要的话也请 这牵涉到关税的估价 对 我想请王署长来说明 谢谢 报告委员这个 就委员所讲的这个个案 我们发现这个事情 我们对关税法的规定 我们再来做检讨 你知道我意思吗 虽然是一个个案 但是我们在处理事情还是必须要长久 还是从制度面 从它的合理性来处理 因为税是今年累月的 是一个国家的典章制度 但一定是发现它不合理 我认为这一点来讲 真的是有这种状况 如果这样状况的话 是不是我们署这边能够主动 还是部里面这边能够主动 就这个提出检讨 然后做相关在适当的时间 做相关的修正的规定 如果有不合理 一定要来修正 好不好 如果是修法 修法就修法 对对对 这个部分 请部长还有署长 特别再注意一下 好谢谢 另外有一个部分 这个我当然是谢谢我们 中期国税局 以及我们这个吴署长 是不是陈吴署长 也就是说这个农业不克税 农业相关的 所得不克税的这件事情 那么因为平地造林是马总统的证件 是六万公顷 在这里面当然是绩效没有那么好 但至少就云立县的部分 这个云立县政府大概平地造林的一千一百公顷左右 那这个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一方面是台塑六清在前两年有发生一些公安事故 造成相当的污染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协调的状况之下 有说以台塑的生产面积 这个工厂区面积两千六百公顷 做一个补助来协助地方的农民相对补助 平地造林农委会有补助之后 台塑也补助相对补助 那这个部分应该是不要克税 然后按照财政部相关的规定 以前的规定有这样的规定 那这中间呢 因为这个年年初 我们农民一两千人 收到这个扣角评单 引起一定的恐慌 那么我们的这个国税局的副中区的王副局长 有到夫处来在林农县来和农民做一个说明 和地方的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做说明 那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在地方 他们还是觉得应该尊重署尊重部 不能尊重中央 所以说要把这件事情报到中央来 那这件事情要报到中央来 目前中央的处理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 谢谢 报告委员 那个刚刚因为跟中区国税局电话联系 那中区国税局 他是去会了其他友局的这个意见 那么预定是在这一周会报到部里来 不过跟委员报告 那么初步延期就像委员刚刚所讲的 就是因为所得税是有所得才克税 那么智力耕若鱼目零矿 他的成本费用率是百分之百 那么因此那个扣角平单的部分 那么现在中区国税局 现在已经扣在中区国税局 并没有送到我们的财政资讯中心 所以这点可以请委员放心 如果这个案子如果财政部确认了以后 那么就会办理相关的更正程序 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 从政策面来讲 因为最后他们还是需要部长这边做政策决定 所以这件事情 因为不是说要政策的话 每天要去顾他 而且存活力要达到七成以上 而且这中间都不能够有很多的杂物 所以其实他的成本也是相当的高 所以如果以这样做解释的话 就免克税 那这些税单没有报上来 就是基本上就不会克税 我们的农民可以安心 这件事情 部长是不是这样 我这样说 我这样解释是不是对的 正确 正确的 好谢谢 那这件事情就谢谢吴署长 好 另外 部长就是就这个 所谓的奢侈税的部分 刚刚 林委员德福兄也给部长请教了 就是说我们之前过去几年 当然是为了要打击这个投机客 就是说 投机的部分 我们要来做以抑制 所以 为什么会有投机 还是说过去几年制度性的飙障的因素 大概有哪些 目前这些制度性的因素 还是大的因素 环境的因素 现在是不是有 有迟缓的下来 投机的因素 其实有很多了 第一个就是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因为过去几年金融海啸以后 各国都用那个QE的政策 就货币宽松政策 货币宽松的意思就是通货要膨胀 所以大家就通货膨 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就买房子 所以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 我们过去金融海啸的时候 把遗产税50%降到10% 那台商海外的资金回来 回来的没有地方去 就往房地产去 这也是一个因素 所以我想说 那当然 房价过去压抑了十几年了 从民国七十九年到九十几年 都都没有涨 一下子飙起来 所以我想说很多因素了 对 所以这些因素有的是一次性的因素 是 有的当然是还进行中的因素 是 所以 比如说这个 货币宽松的政策 日本 跟着这个美国之后 更加更加的强化 是 这样的一个因素 那有关遗产税的部分 应该是 已经是相当的 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 就奢侈税 要 打击的目的 因为 在乡下 开始 很多 相关的这样的房仲界 对他们非常的凄惨 但上一次部长说 他也要再去3% 我就说 因为 以南部的价格和北部价格 是不到他的四分之一 不到他的三分之一 那种补涨的因素 其实都还远远的落后 应该有的一个价值 我们是希望说 这个 目前所得了解 这个 是不是有要分区 课税 这样的状况 还是要全面 检讨 还是要废除 还是怎么处理 我跟委员报告 刚孙大千委员讲 因为我没有时间答复 他说 中央银行的 比较有弹性 可以分期 针对不同的地区 受信 给他管制 那我们奢侈税没有 事实上 这两个不一样 因为我们奢侈税是法律 法律你要分区 或者是要弹性是难的 那通常讲 法律就是全国适用 那中央银行的 受信是行政措施 他随时可以弹性调整 所以不一样 那不过刚刚委员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既然有南北的差异 税不可能有南北差异 是 国税不可能有南北差异 这是长期性的因素 不可能处理这短期的问题 所以就说 应该加强中央银行 那个部分 类似这样的行政的 管制的措施 对不对 所以像说当时有发现说 竟然有贷款到高达98% 99% 那我在像彭总裁咨询的时候 我也特别提出那点 很荒谬 是 那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说设施税 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的 应该 从家研讨 我们会检讨 会检讨 是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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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